第三代是文字背的 包括民国府的贾境 荣国府的贾舍和贾政 这三个人恰好代表了封建贵族士大夫的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贾境 贾境是不入室而出室的 他成天求仙问道 熬丹吃药 对家庭 对社会 对国家完全不负责 只想对自己负责的 就是长命百岁 所以天天躲在倒灌里头 从来不回家 在那念丹药 最后丹药果然炼成了 一吃吃下去 走火入魔 一命呜呼了 果然成仙成道 可是死了 他心满意足地以为是生鲜 实际上是一种死亡 这是光想着个人的长生不老 但是对整体的社会 家庭完全不负责任的一种 这是被作者说 这种隐喻性的描写 大家可以注意到了 为什么我前头说 写真实的故事 并不是贾宝玉的故事的一个真实的词 在这一头你可以看出来 作者是否定 这种出家的人生追求 甚至写贾境这种隐喻性的这样的写法 带着戏谑的这种写法 他的死亡带有某种戏谑性 某种偶然性的 但他实际上是否定出家这样的表道 一种人生的罪情 第二种内心是假设 假设是贪淫腐败的典型 小说当中最重要的写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抢夺十呆子的扇子 这是对外的恒行霸道 无所不为 这是对外在社会上恒行霸道 无所不为 为非作恶 第二 在家庭里面逼取鸳鸯 所以对外一些他的残忍 对那些他好色 当然好色也表现出一种残忍 他居然来威胁鸳鸯 威胁到了什么程度呢 威胁到了敢于 自己对母亲那种笑于不顾的那种礼物 他就说 你现在能在家母身边没问题 但老太太总有百年的时候 他整个在揍老太太 老太太百年以后 你还活着不活着 你还在不在这个家庭 你是我们家家生世世代代的奴隶 你还跳不出我的无掌心 这个时候 你还能逃脱我吗 他这么威胁 鸳鸯 所以鸳鸯只有以死自觉 软以死来坚定自己的立场 反正最终我是个死吗 我死都不怕了 我怕什么 所以鸳鸯抗昏 写出了一个弱者 一个最底层的一个卢谷 这种弱者 对权势的一种抗争 显示着一种对自身弱者 对自身生命尊严的一种抗争 只要活着一天 我就要坚实自身的这种尊严 但通过这样的描写也更显出了假设的残忍和好处 在贾府当中 他算是长辈 尤其在荣国府当中 他是长府 是敌长府 是继承人 第一继承人 但写这个敌长子的这种 汤淫腐败 残忍 这种品质 恰恰就延续下来了 沿续到了下一代的 贾征 贾连 贾文 成为他们的一种典范 那么这一代里头第三种典型是贾政 贾政世袭的一个官职 但是你看到他上朝了吗 看到他到外头去工作 天天上班工作了吗 看到他为社会做什么事情 你看不到 这就是贵族士大夫的生活方式 有官职负责 不需要做事 享受这个官职给他带来的种种的身份和收入 包括荣耀 但是他不需要为这个官职去付出什么 更不需要为社会付出什么 所以你成天看到的贾政是有所好闲的 带着一帮子青客 这帮子青客又是什么样的构成呢 显得是 不是人 张光 这种谐音呢 就是不是人 张光 这人都不是 是专门张光的这种有所好闲的班写们 而这他们恰恰恰 昌云阳围着贾政在转 要看一个人的性格 你可以看他的朋友 他交什么样的朋友 可以从某一个侧面显示出他是什么样的一种人 贾政的朋友 就是不是人张光等等这样的人 你看贾政自身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人 就是无所事事的 这些不是人张光 张的是贾政的光 而贾政张的是皇帝的光 是贵族家庭的光 所以他是缺乏实际工作能力 也缺乏责任感恩 也是一个游手好闲之徒 做穿了 虽然读书 但是真的不明秘 这是第三种类型 小说当中很深刻的写着文字被在世的这几位 体现出了贵族士大夫的三种典型的类型 对吗 不然是什么人 对吗 对吗 是那个人 是什么人 对吗 对吗